请不合法的事情需要牵线吗 请不合法的事情谁牵线也没有用 国民党北市议员应小威在电梯里 这样和涉入金华城案 人汉办公室被搜索约谈 遭疑是金华城牵线人 因为同天金华城创办人 危经集团主席沈庆经也被调查 但这已经不适应小威第一次帮危经说话 为什么会有报纸一些人一直说金华城要盖豪宅 然后要把这个蛋给拆掉呢 弄得里面要营业的商家也不知道 怎么样子继续跟金华城签约 议员当时把市长副市长等人都点一遍 要帮金华城撑腰更看不下去这件事 他捐完地之后容积率才能够是560 所以他之前写的是392并没有错 难不成要逼这个金华城伪造文书吗 咨询期间应小威口气可是不小 外界纷纷起底应小威沈庆经到底什么关系 细就两人好交情似乎也早有貌腻 应小威低头看手机旁边讲电话的就是沈庆经 两人在2015年被抓包坐铜架飞机出国 当时外界质疑关系不单纯 但两人一口同声都说只是巧遇 军系的在国民党里面或许跟沈庆经他们比较交好 那所以委托案件服务案件找他也理所当然 他就是结拜哥哥嘛 那个沈庆经对应小威就是金主 其实本来阿伯啊 柯文哲跟沈家也没那么熟 就是应小威穿正引线 如今金华城案延烧 先不管应小威和沈庆经是什么关系 但应小威对外声称有男友 就是他的办公室执行长王尊坎 曾有报导指出王尊坎是黑道分子 与成人产业有关 都是他替应小威决定在外跑的行程 这次王尊坎也被约谈 让案件多了花边话题 东森新闻正中心综合报道 独家消息来关注检方侦办 金华城荣基案已经约谈了 十多位的时任都委 今天的层级再度的升高了 搜索的是威京集团的总部 立刻连线记者洪新美 好主播各位观众 下届所在位置是在威京集团 持续带您关心现场的最新情况 因为今天一早 检调单位是大动作的来到搜索 不仅如此 其实还疑似有传出 现在威京集团的创办人 有就是沈庆经 以及相关人应小威都是有被约谈 而这回检调单位会这么大动作来搜索 而且还是由检察官要亲自带队来搜索 那么稍早也有看到 其实他们就进到了威京集团的办公室之后 是直接把大门给关上 但是为什么会被搜索呢 主要就是和柯文哲有关系 因为现在柯文哲的争议不断 更被质疑在担任市长期间 是有让威京集团负责的金华城案 一路打通关 因为卡了十年的金华城 但是2020年 他们向市府来澄清之后 澄清之后没多久 柯文哲就有放宽限制 将容积率提高从560% 提升到840% 被指控中间疑似有来图立厂商 而根据平面报道时 柯文哲在2023年3月10号 有参加了一场关键的神秘会议 当天出席会议的名单 包含了北市府前副市长黄珊珊 而会议结束后7天 柯市府就收到了一封陈勤案件 也立刻交办都发局来处理 因此被指控图立厂商 背后牵扯利益恐怕是有上百亿元 是非常非常的多 而目前警告针对金华城案 已经展开了好几度约谈 包含说13号就指挥廉政署 约谈后称大直的神秘大地主之一 也是同时也是都委的陈春彤 10号有约谈目前最高层级的 北市前副市长彭震生 但是彭震生是把问题全丢给了柯文哲 认为都是他当时亲自主持会议 来亲自签名盖章 但之后还有传了好几名都委 包含说有宋楚瑜女儿在内 但是根据了解当时宋楚瑜的女儿 都是持反对票的 这回又针对柯文哲的金华城案 再有动作就是来到威京集团 要展开搜索 而且目前不排除有约谈 威京集团创办人陈静金 还有相关人应小微 但是会不会下一步 就有可能会来约谈柯文哲 或是黄珊珊 现在大家也都在关注 以上最新主播 好 谢谢新美 看起来柯文哲的争议真的不断 除了金华城案之外 他在台北市长任内也被质疑处理北市科土地招标 图利的是星光人寿 北检是在昨天指挥了廉政署首度约谈 当时承办北市科的相关人员 包含时任北市产发局局长的林崇杰 地震局局长以及受险公司经理 在连政署人员陪同下进到北检 他是柯文哲任内的北市产发局局长林琼杰 除了他被约谈 相关人员包含时任地震局局长和时任受险公司经理 通通都是卷入柯文哲争议的北市科案 以证人身份献身北检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被质疑在台北市长任内处理 北市科的土地招标案 图立了星光人寿涉嫌贪污图利等罪 这回北检动起来首度约谈理清 从2019年到2021年 北市科T16 T17 T18 三块基地历经三次招标 土地价值攀升 权力经底价却下修 议员之一2019年还是星光人寿副总的吴欣盈 2020年列入民众党部分区立委 2021年星光人寿就以超级划算 低于市价的44亿价格 拿下T17 T18的地上权 关键记录也曝光 110年3月 柯文哲亲自主持会议 将一块地拆成三块 并把投标规定改成不限产业类别 给了星光人寿入场券 一个月后的会议 柯文哲再度亲自拍板 仅T16徐计划书 T17 T18都不用 被质疑为星光人寿 量身顶坐 面对质疑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但当初柯市府可是列出14家潜在投资人 想呈现努力招商 却有被点名的业者发声明驳斥 与柯市府接触 也没有参与投票 是否图利无新银家族企业星光人寿 北京指挥连政署侦办调查 柯文哲想轻松全身而退 恐怕没这么简单 而外界也猜测 下回被约谈的人 可能就是星光人寿小公主吴欣盈 短新闻 林尚玉彭新美在台北报道 而柯文哲的前幕僚 张义善还爆料说 在2018年 柯文哲他争取市长连任的时候 是装穷 把太太名下的房子给抵押 为的是拿贷款2000万 作为选举的经费 而时至今日被揭露 这一切都是精算过的 因为当时候 张义善就帮他预估了 会获得65万张的选票 按照一张票 是30元补助款来看 选举补助款 可以轻松还完贷款 后来就得票数 是不到60万票 柯文哲等于要多贴200多万元 张义善就表示 那时候柯文哲 他还蛮生气的 2018年6月23号 柯文哲盖下去的瞬间 家中夺了2000万的贷款 他和夫人陈佩琪 拿着印章将名下房子 贷款2000万作为选举经费 那时他说的让人感动 说相信降低选举经费 会是改变台湾政治文化的 重要关键 果然很多支持者在留言说 我真的要被阿伯感动得要死 阿伯好棒哦 现在阴谋论曝光 不知道小草们还觉得棒不棒啊 市场大概可以拿到65万票 65万票的所谓的选举补助款 大概就有2000万 所以2000万根本不会去花到任何所谓的 你房产或者是夫人的钱 就是装穷来增加他的所谓的政治现金的相关的募款 原来当初2018年竞选北市长连任时 贷款2000万这件事 美其名是没钱 事实上是精算过的穷 因为张艺赛说贷款这件事是他献策的 当时他们算过 柯文哲预估选票会有60多万票 那么以选举补助款一票30元计算 收到补助款就一定可以回补房贷 完全不花自己一毛钱 柯文哲真的照做了 而其实说没钱要贷款这一招 张艺赛也说有利于募款 那么结果就是用所有捐款打选战 还能顺便还清房贷 他自己提说要用 难道要叫我抵押房产来选举吗 我就说 我就算票给他看说 因为算的结果是 你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嘛 后来得到 因为我那时候算的是65万票 后来只拿58万票 还亏损了200万他还蛮生气 只是后来柯文哲2018年 以58万663票险胜 一张选票30元 等于他拿到了1742万补助款 不够付 所以得要再掏258万来还清房贷 但如今看来 这笔钱似乎都是小case啦 当初的阿伯不放弃 除了权还有钱 更要有房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而柯文哲的政治现金申报不实案 检调发现不止已经曝光的 那尼奥什勒公司金额900多万元的 三张发票 还有多张的发票 都有申报不实的状况 另外还有多笔的政治现金 授权转入木可公关公司 其中有四笔的金流不明 金额还高达1300万元 今天你说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检调单位特别去查了端木正的助理陈伟轩 查去查查他的金流 查的金流里面原来中间有四笔 也就是当时以授权费 进到木可公司的这些钱 竟然流向不明 当然对我们的外行人来讲 那有什么了不起 你说你们玩跑财经的 你们查金流的 你说这才是关键点 因为我要顺藤摸瓜 我要知道 今天进到木可公司的钱 到底留在哪里 它是留在不同的地方 还是留向一个地方 而这个地方是不是所谓的大水库 是不是万流归宗 所有柯文哲的钱都进到这里面 如果真的能够查到这个大秘宝 真的能够查到柯文哲的金银道 查到柯文哲的大水库 那就Bingo了 没错 北检今天约谈的这个端木正的助理陈伟轩 因为他是做账 他对账非常熟悉 要查什么呢 除了查这个非法报账的问题之外 他说有四笔金流流入木可的公司 目前为止不知去向 所以就说 如果你只要能够知道去向在哪里的话 我们一直在找的柯文哲的大秘宝 他的金银岛 就会现行在那个地方 金银岛 也就是说他希望 检调希望陈伟轩能够帮助我们 找到那个金银岛 摸到之后 抱歉 最近一段时间 陈佩琪夏日晚风凉凉的时候 去看房子 他说1.2亿的豪宅 他都看得下去 另外一个 他还要买商办 他要买小宅 随便一看看 现金至少1亿2千万以上 另外一个 柯文哲他昨天被抓包 他买了4300万的商办 而且是用现金 加起来的话 起码他们家 搞不好可以随便动用了 就有2亿元左右的现金 这么多 好 那现金在哪里 你要把那个现金金银找出来 放在哪里 那就是他的金银岛 他的金银岛的话 就是由陈伟轩 如果你们能够 为我们指出一条名路的话 很快就会发现到 那个藏钱的所在位置 因为你只要顺着这个金流往下挖 他现在不知趋向 不知趋向去到哪里 最终的受益人是谁 那就是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金银岛 所以这个金银岛搞不好藏了 包括说 柯文哲跟金主没有报藏的 这个金银在这边 木可公司的钱 搞不好还有四大必案的钱 如果搞不好有相关的金流的话 搞不好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只要找到金银岛 反推回去的话 一切的案情就真相大白 所以为什么今天 微谈陈伟轩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他就是要顺腾摸瓜 摸到柯文哲的金银岛 今天的头条焦点 还是要来关心的是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他被质疑在担任台北市长的 任内土力金华城 这个案子越演越烈 而且在今天 检方是大动作的 分48路来进行搜索 现在几个大咖都列为 被告了下一个 会是柯文哲吗 因为检方查出了关键金流 就怀疑 议员印小薇 他不是只有单纯的便当会而已 而是帮忙 微金集团的创办人 沈庆金来行贿某个大咖 现在要查的就是 这个大咖到底是谁 那昨天呢 因为印小薇晚上准备要搭机去香港 被告知遭到了禁馆出不去 所以今天呢 一大早连检就动了起来 缤分48路来进行搜索 包括了印小薇的办公室之外 还有微金集团总部 以及沈庆金的住处等等 那目前到目前为止 约谈下来 已经有六个人列为被告了 包括了金华城的董事长陈玉坤 还有印小薇的男友王尊坎 199点检察官亲自带队 搜索微金集团总部 大批连政官员走入办公室 把大门关上 带回大批文件 简连不止搜索这里 一共缤分48路 微金集团创办人沈庆金 一脚在家看到检连上门 搜索后被带回约谈 还包含微金的子公司 中公 中石化 甚至还到北市议会搜印小薇 谢谢大家的关系 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委屈 我觉得深圳不怕有这些 坚持做对的事 OK 印小薇表情逐渐僵硬 她被列为贪污罪被告 遭廉阵署人员带回 检方会在28号大动作动员 就是因为前一晚 印小薇就要搭飞机去香港 被告知遭到禁管出不去 检方紧急动员 连同印小薇的办公室执行长 王尊凯一起带回 坐在车内故作镇定 外传她还是印小薇的男友 这回检方一共约谈六名被告 包含微金集团沈庆金 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 议员印小薇和办公室执行长王尊凯 还有她的两名助理 以及12名证人 因为检方追查金华城案 揪出异常金流 查出107年到110年 他们涉嫌贪污 原来2020年3月10号 印小薇在便当会 牵线沈庆金跟柯文哲 黄珊珊 便当会结束后 卡了10年的金华城案 就在柯市府内一路打通关 容积率暴增1.5倍 背后牵扯利益超过上百亿 而对此微金集团发出声明 沈庆金强调 从年轻到现在 从来没有跟官员妥协 或送过红包 随着现在金华城案 已经约谈将近20名都尾 搜索层级再拉高 不断指导核心人物 到底谁拿了好处 谁给了钱 真相也将揭晓 本新闻林少月彭星美 在台北报道 沈庆金先生声明 同一段就点出柯P 从来没要过红包 反而是当时柯市府 有某位官员 透过他人来明示要过 被他拒绝 所以金华城申请荣机 遭到报复 后段还说这官员 将金华城受内政部公告 主要计划保障的 允建楼地板面积 12万0284平方公尺 做删除 推算这个时间点 是107年公告都市计划删除 时任都发局长 正是林周明 但时机联络林周明 尚未取得回应 但沈庆金这番话 没有拿出证据 许多人似乎都被影射 也很难不让外界觉得 这千错万错 不是柯文哲的错 刻意把其他人拉进战场 难道是想为柯文哲开脱吗 公开的声明 有如是隔空窜正 根本就是要转移 柯文哲在金华城 着力很深 这样子的一个焦点 但其实从过去议员们 爆料中也不难推断 决策或多或少 是柯文哲拍板 连都委会的都委们都不太认同 放宽金华城容积率 那便当会的主导者 除了黄珊珊 还有柯文哲 两个人或许是 关键拍板人物 想必检调会有所动作 我希望检调要尽快的 进行证据的保全 还有关键证人的约许 两个口径就有一致了 也是有一点 空中创共的感觉 但回过头来看 金华城容积率案件流程 从一开始 柯文哲交办陈情给都发局 后来柯用内签 决行金华城陈情案 十天后就送件至都委会研议 每个环节都有柯文哲的身影 他与威京之间的关系 想必得说清楚 最后也是柯文哲自己拍板定案的 他是最高行政首长 他自己签的公文 当然是柯文哲自己必须要负责 随着关系越来越浮上台面 着急的人说话就越大声 就看调查结果出炉 到时会不会被禁声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金华城案演变至今 简要杀出约寻关键人 北市议员印小薇 为何找上他 东森新闻持续追 翻开厚厚厚一叠的金华城案资料 透过去识别化处理 印小薇曾为金华城 数次开协调会 当年这位陈先生 其实就是金华城董座 陈玉坤 印小薇把成绩案 拿去给实验市长科文哲讨论 当年这结论 一金华城送件后 竟速积极协助办理 二请彭正生当PM 竟速提督委会审议 自己行间是否透露出 易奏跟柯市府 在金华城案的主动积极 印小薇议员 他必须自己跟检调解释说 为什么他在这个案件当中 每一次的时间点都这么凑巧 还有他去官说这样子一个容积案 到底他是扮演什么角色 根据一部最常发现 109年2月18号 金华城透过印小薇 拜访时任副市长彭胜生 时任督发局长黄景茂 印小薇还跟柯文哲进行便当会后 还自行开了两次协调会 就这么巧 协调会后三天 催生出自创荣奖的方案是 接着协调会便当会 密集交所开完后 市府110年11月1号公布计划 印小薇同年12月中旬再开协调会 掐指一算 印小薇有9次在关切金华城案 真的是不得不佩服 这些财团通天的本事 当然也非常气愤 为什么议会当中 以及市府当中 竟然有这些位高权重的人 要配合这些财团 但蓝绿议员也仅有 议员成情归成情 谁才拍板下最终决定的人 至今检调还没有约谈 这个容积率 是印小薇议员的错吗 还是柯文哲跟微经小省之间 有什么说好的默契呢 我想这事情是检调 想要透过议员的口中去了解 到底是谁 受益谁主导 金华城案烧出微经集团 现任议员跟实际市场 柯文哲错综复杂的关系 这心风邪雨原来才正有展开 东西全正中心怎么懂 好主播各位观众 下集所在位置在台北地检署 持续带您关心 金华城案的最新情况 而整体最关键的人物 就是因为柯文哲 深陷的金华城争议 而今天一早 其实解联单位是大动作 展开搜索 兵分了43路 有去到了金华城案负责的厂商 也就是微经集团的总部之外 还有去到他们创办人 也就是沈庆金的住居所 还有一些子公司 而之前其实外传说 沈庆金是一度想要逃跑去搭飞机 不过其实北检是证实 他们是在住家的时候将人带回 现在人已经被带到了连正署约谈 而其实呢 其实他们一开始有这个消息的时候 其实连正署就已经有掌握了 微经集团创办人沈庆金的行踪 他是说的确之前 他是在国外的 不过近期有刚回国 而他们现在是一早 趁着他来不及准备的时候 立刻到他的住家去搜索突袭 而现在除了微经集团被搜索之外 其实议员 议员应小威其实也有被搜索 因为他一次有被爆料说 他是中间的牵线人 因此他的住居所以及办公室 都是来被突袭搜索 而他人也是同样被带回了连正署 尽管他在稍早的时候 有透过媒体镜头有讲说 身指证不怕影子鞋 不过他现在是被列为被告的身份 带回了连正署 而稍后呢 其实在晚间的时候 他们有可能都会被移送到北检来接受复讯 我们就要透过手板要带您来看 其实整场的关键人就是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被指控 他是担任台北市市长期间 有一次有来图立了金华城案 主要大家被指控大家怀疑的 就是这一场2020年3月10号的这一场会议 当中出席的人就包含 微经集团的创办人之外 还有黄珊珊 以及议员 应小微 还有柯文哲 不过就在这场会议结束之后 没多久 柯文哲就放宽了限制 之后更从容积率是392% 一直到560 最后到840 其实中间是倍增了1.5倍 从中可能大家怀疑有来图立厂商的情形 而现在检调单位是有大动作的 频频展开搜索 其中现在最高层级的就是前副市长彭震生 我们可以看到了 他其实当时也有说 都更案其实通常都是自己来亲签的 不过唯独金华城案是由柯文哲来负责 而且是有亲自来开会议的 而除了彭震生之外 其实呢他们还有找来了都发局的委员 是有来问问说 当时会议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样来进行的 不过呢这一名这些委员都是被列为证人的身份 而其实稍早 微经集团又来发声明 他说省庆庆是说从年轻到现在 是从来没有透过任何官员有给过红包的 而且当时柯市府的确有派员来说要红包 但是他是果断拒绝更强调说可能现在都是不断遭到报复 而现在除了都委是被约谈之外 曾经再度拉高是来搜索了 微经集团以及议员应小微 而他们在住处以及他们的办公室 应小微办公室都已经被检掉来搜索 我们带你赶快来看 基本上 金华城案扩大 国民党市议员应小微 曾和柯文哲神秘便当会 疑似当金华城案前线人 检掉钱来搜索他的办公室 我觉得很多事情如果有机会 让检方更了解 是更好的事情 但是议员如果说是很多事情 基本上来讲不敢去做 也没有意义 议员的实质影响力 能够做足发挥 是议员的关系 还是柯文哲的实质影响力 核准了金华城的容积奖励 北市议员简淑培证实 早上检掉先去应小微家中搜索 再带着他来到议会 如此大动作就是为了金华城案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 放宽土地容积率 屡遭外界质疑涉嫌土地业者 结果再被爆料 2020年3月应小微接获陈琴 帮忙开便当会成为重大关键 28日上午减联 兵分多禄 展开搜索约谈行动 海北市议员应小微 先前曾撇清便当会没那么夸张 如今被剪掉搜索 恐怕关系不像自己说的那么简单 当时到底有没有为了金华城 与柯文哲谈斗哪些事情 成为接下来的追查重点 应小微议员 他今天就是有来服务处吗 一般来讲他很少来服务处 他都在议会 应小微在地方的服务处 工作人员对相关案件低调再低调 毕竟柯文哲除了金华城 还有像是北市科等涉嫌土地的争议 是否能从应小微身上找到突破点 各界持续关注 德行员曾经好李军许洪志 周沛与徐玉成台北报道 针对柯文哲涉嫌土地金华城案 检联28号兵分多路搜索约谈 金华城负责人沈庆金 这个号称 微经小省的商场传奇人物 恐怕将是检掉接下来的调查重点 金华城席的那一天 在镜头前大泪崩 77岁的微经集团主席沈庆金 商场浮沉多年却争议不断 过去有四海帮背景 19岁那年因杀人未遂罪 在龟山监狱蹲了三年 像我在龟山监狱 有时候晚上半夜一个人起来哭 出狱后开启跑船人生 而后从事纺织品配额买卖 但经营手段游走灰色地带 沈庆金累积百亿身家之后 1980年代成为台股四大天王之一 为了心爱的金华城 当年曾多次杠上时任市长郝龙斌 我也没有料到官僚体系是这么腐败 六度宋建北市府却屡遭驳回 沈庆金甚至还提告郝龙斌妨害民遇 但人生争议不止这一桩 2014年还曾带百万港币硬闯海关 如果要常立的话 就根本就掰口袋也不经过S官 也没事 甚至在消费券发放时 就推先消费后补券来冲业绩引发争议 但他却以一句我以争议为荣来回应 现在跟前任市长柯文哲 是否牵涉违法交易 还得必须说清 微经小省 然后跟相关的议员协助的议员 接下来就是柯文哲本人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与其有时间开记者会 不如好好想一想 他到底要怎么样跟检察官讲 另外检联针对北市客案也展开首播侦查行动 前北市惨罚局长林崇杰遭到约谈 他是民众党创党党员 跟柯文哲也脱不了关系 多次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各位观众 去代关系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这正式现金假账风暴 再加上北市三大案 整体时间可以说是持续来延烧 而现在被爆出说 他是在立法院附近 用这4300万的选举补助款 来买个人办公室 而目前是以出租的状态来当包租工 这件事情一出 现在也是引发外界热议 认为说你民众党高喊着居住争议 那近期爆出这种种争议来看 都是让这观感非常的不好 而现在党内又有声音传出 要柯文哲请辞党主席 来这个议事直写来负责 那我们来听一下柯文哲的最新回应 怎么看这很看背脚吧 各位担心下一个是你 主席现在党内有忽认清创直写 有人要你请辞 你怎么看 主席说你把那个选址补助款当生活补助款 主席是不是最近都要找电视台澄清 但是没有人要向上专访 好可以看到其实柯文哲呢 今天也是一早就出门 是来到了党部来开会 而面对近期的种种争议问题呢 柯文哲都是没有回应 而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 还是跟媒体来问早 但是呢 针对这些争议的问题都没有回应 而今天呢 其实民众党的台北市的议会党团呢 其实原本有一场这个谈居住正义的讲座 但是因为柯文哲近期的风暴影响呢 也来择其再来举办 今天是来取消的状态 那以上是我们讲话到现在最新庆幸 一起把时间镜头交往给国内主 检调发现柯文哲政治现金不实申报的部分 不止已经曝光的尼奥时乐公司 金额共916万元的三张发票 另外有多笔的政治现金 授权转入木可公关公司 其中有四笔金流不明金额1300万元 而柯文哲买商办变成了包租工 让民众党面临了空前的危机 民众党内开始有声音传出 柯文哲应该要请辞党主席 否则无法施血 柯文哲对此也表示 将会在明天举行记者会 将会有完整回应 礼拜四我们开记者会 现在柯文哲要解释的 恐怕还有当初为何选择用私人名义 购买北市千万商办 所以一直到六月底的时候 还正式过付完毕 刚好五月又是政党 政党法规定 整个政党申报相关的金流 我们只知道一件事 柯文哲不想让人家知道 这次大家没有看到的话 明年你会去追吗 你不会特别去看 所以你就不知道 原来他们有把一笔7380万 放到柯文哲口袋里面 私人口袋里面 熟悉政坛的名嘴就分析 柯文哲之所以不用政党或是基金会买房 因为透过私人名义 只要柯文哲不选举 不需要财产申报 也很难被外界发现 因为根据政党法规定 每年5月31号之前 政党必须将上一年度财产及财务状况 决算书表报送内政部 柯文哲将小草资助他的资源与经费 透过补助款买不动产 等于把公共财变成私有财 再上柯文哲还将商办出租 逐月到期前 每个月还可以再收取6万左右的租金 这也难怪被批评科市吸金大法 还有前幕僚也质疑 柯文哲将政治现金转移手到木可公司 背后早有盘算 木可有4笔账目不清楚 总共加起来是1300万 而柯文哲星期四公开召开记者会 会不会也有串供之嫌 前幕僚吴静怡也说 木可公关赚取柯文哲竞选总部 1300万元的授权金 疑似套利洗钱的手法 将金钱转到私人公司 治疗资讯成立并不突然 他在金流布局早就有必要存在性 这也难怪外界质疑 比起当候选人 柯文哲在敌对阵营眼中 更像是会出错的会计师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被议员踢爆 在5月的时候 是以4300万的现金秘密 购置了这一处商办 而地点就在临近立法院 和党部周边的这一栋 住商混合大楼 你有听说三楼在买出吗 不知道 有没有人卖出或有异动 连管理员也没听说 实际前往该商办三楼 现在仍有其他公司登记 进一步更发现 名单上的董事 还是军事政论专家李天夺 上网搜寻柯文哲购买的商办 原登记在这的公司 先发新页 负责人贵俊杰 还被查出 曾经是前立委罗附助的国会助理 而实际致电 对方多次没回应 仅简讯告知 不过柯文哲以全现金买房 这价码连房众都觉得不合理 他可以说是创下历史新高记录 所以呢 研判柯文哲 他应该是不会杀价 懒得杀价 或者是钱太多不贷款 所以不屑杀价 以及市场过热导致杀不了价 这仅跟立法院距离200多公尺的混合商办 是电梯大楼共有12层 根据实价登陆资料 柯文哲买的这一户屋龄47年 48.76瓶 有三房一厅三位 总价4300万 换算单瓶88.2万 是目前最高价 拿着选举补助款三分之二的钱 直接砸进房市 购置个人办公室 也是高于区域行情 租金水位大概就是租在单平一两千元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去换算下来 其实还是可以来到大概接近3%左右的一个投报率 如今柯文哲当起了包租工 但租金收益四货不高 加上买入的价格相较周边同类型屋龄 房价紧约落在6到7字头 还略高于市场行情 阿伯买房到底有何用意 恐怕得跟外界说个明白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导 坦白讲要买个一亿元的房子 对我们来讲不是很困难的事 我也不用去装穷 我们本来就买得起 原来8月24号这个时候 柯文哲说的是大实话 真的没再给你装穷 因为阿伯早在5月份就花完千万制产了 此刻的柯文哲或许很懊悔当时这么说 我现在住那个房子要去卖 应该有可以卖到六千多万 应该没问题 我在唐州南路还建旧的工艺 新竹农历凑一凑是够 根本不用凑 手头现金就是够 柯文哲的说法一一被打脸 其中最肿的或许就是这 阿伯抛出这番话的前一天 8月23号脸书上说 陈佩琪的确考虑换屋 但房价很高 管理费比我越退还多 所以计划就停在那里 所以这计划现在是停在济南商办吗 短短几天内谎言接连被戳破 柯文哲等于是拿他的社会公信 拿他的人格 甚至拿选民对他的期待 他把他完全抹灭掉 他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 老子不要被抓去关这样就好了 你5月10号捧现金买房 你好意思在5月19号才过9天 吵说你没有钱没有居住正义 然后连梅子粉都没有 我会觉得说你现在是人设崩坏吗 连尚文也说 柯文哲人设毁灭的话很难自圆其说 但现在是连同党的形象也要毁了吗 过去说过民众党中央党部 可能要搬到现在柯文哲办公室的台拨大楼 说是两者要合并 结果现在又蹦出个个人办公室 到底哪一个说法才是对的啊 明明他们的党部办公室都已经多到 不知道要在哪里用了 你怎么可能还买一间 还挂在自己的名下 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史上以来 特别是落选人 从来没有人把选举补助馆拿来买房子的啦 清廉清正的台大医师 如今成多金三宅一身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送好报道 主席现在查账进度到哪里了 进化成掉来小赌家有信心吗 面对各种争议 柯文哲持续闪躲不回 夹帐风波越演越烈 随着各种疑点浮出水面 也让柯文哲的支持度跟着跌到谷底 在中国有3A大作 那其实啊柯文哲也是3A大作 他上演的就是一场叫做白悟空 掏空的这样场戏 那3A是什么 就是A了小草的钱 然后呢木可公关公司A了又A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最新民调显示 民众党的好感度 从6月的34.7%到7月31.6% 到了8月就像跳水一样 大幅下滑10个百分点 只剩下21.9% 同时反感度节节攀高 从6月50.5% 7月49.6% 到了8月的反感度 一路升到65.3% 现在柯文哲的不信任度啊 高达69.1% 恐怕是台湾史上啊 没有执政过的政治人物 居然不信任度可以达到这么高 这种东西都奇奇落落 我们把这些事情解释清楚以后 就会改善 但问题恐怕就在于 柯文哲始终没办法把事情解释清楚 网红四叉猫就发现 柯文哲2023年12月说 政治现金只剩下3600万 财务濒临破产边缘 但根据监察院系统显示 当时的余额还有6600万 而柯文哲在总统大选前两天 再度号召小草捐款 当时余额有5800万 隔天再入账4800万 也难怪民进党立委吴思尧很酸 柯文哲在乎选票之余 似乎更加关心钞票 如今面对争议 柯文哲是能躲就躲 能闪就闪 过去的清廉形象不复存在 小草门的支持恐怕也烟消云散 东森新闻练之豪 周佩宇台北报导 民中党主席柯文哲说 他买得起上亿元的房子 但是淡数就是要把儿子 名下这户杭州南路二段的房子给卖掉 而我们看就近的实价登陆发现 这里要卖卖得出2200到2700万元 但是当然这样还不够 我现在住那个房子要去卖 应该有可以卖到6000多万 应该没问题 我在淡数南路还有一件旧的公寓 新竹农历凑一凑是够 所有财产包括儿子的 东拼西凑加起来够啦都够啦 破亿的房子要买 对柯文哲来说真的不困难 我跟我太太 我们两个都是台大毕业的医生 工作了三十几年 坦白讲要买个一亿元的房子 对我们来讲不是很困难的事 我也不用去装穷 我们本来就买得起 你今天追求的是另外一种居住正义 赠予你的孩子一栋一元的豪宅 这件事情就让大家觉得 这就是一种相对剥夺感 要说剥夺感 要说到柯文哲的脸书 他说陈佩琪有看房 但是管理费比月退休金还贵 诶 但照台大正教授的月退来看 月薪十万计算 保守估计也有五六万 再加上先前传出陈佩琪有八万月退休金 那照柯文哲的话来说 管理费这么高 看来不只看1.2亿的房子吗 媒体人谢寒冰就说 别再自寻死路了好吗 我觉得把一生的钱 全部卡在房子上变务奴 所以我觉得划不来 但要说划不来的 或许是小草的心情 例如追随过去 柯文哲所说的居住正义 结果兜了一圈 正义没拿到 倒是要了个亿 被说是稻草的陈佩琪 这天不开记者会 匆匆忙忙离开镜头前 看来居住正义便居住正义 对比过往高寒理念 如今是不可追议 东森新闻郑中心综合报导 好主播观众 持续带您来关心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现在呢是卷入了 政治现金的风暴 那包括说假张争议 豪宅争议 柯文哲是迟迟都交代不清楚 现在呢又爆出说 他5月10号 其实呢就带着 4300万的现金去买了商办 而且呢还是以个人名义来购买的 现在呢网红四叉猫 有最新的说法 带您一起来听 我也觉得很好玩啊 因为其实我们早上看 那个第二类腾本的时候 可以发觉说 柯文哲是今年的 5月10号买房的 可是柯文哲 他们当初在5月19号的时候 带领整个民众党 在上街头说 他们连吃芭蜡都没有梅子粉 你5月10号捧现金买房 你好意思在5月19号才过9天 吵说你没有钱 没有居住正义 然后连梅子粉都没有 我会觉得说 你现在是人设崩坏吗 好你可以听到 四叉猫直疑说这个 柯文哲5月10号明明带着4300万去买了商办 怎么才到5月19号 才过9天举办这个草根行动的时候 又在说你们买了芭蜡 没有梅粉可以配 因此呢 网红四叉猫就直疑说 柯文哲你是不是其实人设呢 已经崩坏了 前后的行为跟说法呢 都完全不一致 以上呢现场最新消息 把时间交还捧